当胃部的疼痛从规律变为不定时发作 一定要尽早到医院做详细的胃检 在所有的溃疡疾病中 胃溃疡是最应该警惕的 因为它离癌症最近 刚开始一般我们是胃酸过多 胃酸过多有时候跟生活作息 三餐不正常或者压力紧张 或者常常空腹吃丝果类 因为丝果本身就是酸 不是酸就是甜 还有可能空腹喝到咖啡或者茶叶 或者就是有吃到这种六种东西 酸甜辣咖啡茶叶酒 尤其在空腹 那你长期吃鸡它未必 它就会产生胃酸 那胃酸久的话 它可能慢慢就会腐蚀到胃壁 胃壁刚开始可能会有泌烂 泌烂等于是破皮的意思 泌烂久的话 它可能就会有溃疡 溃疡的话 如果说你再严重一点 可能就会会传拱 但是现在那个胃药 胃药都是现在都是比较心静的 所以很少听到说有胃溃疡或者胃穿拱 所以一般 一般在大医院现在吃了这胃镜以后 看未必有受伤的话 就可以开那个就是 那个那个子子 那个正离子的那个医治剂 所以一般义核都会很好 所以现在胃窗口开刀的几乎很少 大部分吃药都可以控制 可是有时候你胃酸过多 大部分有时候跟个人体质 有些紧张型的或者工作压力大 也是有关系 对于胃溃疡必须要重视 因为它有癌变的可能性 当胃部疼痛 从规律变为不定时发作 当顿痛变为隐痛 一定要尽早到医院做详细的检查 十方新闻记者 赖英荣台北采访报导 对于胃溃疡